被塞尔比连镖284分后 火箭拿了23分 火箭 火箭拿了200 用这样铁血进攻强势回应 这个球技就出了 直接叫 但奈何 有奥沙利文最大克星美誉的塞大师 千万不要通过什么去借庭啊 开球啊 去叫啊 竟用更强硬的进攻 完美遏制了 博老师 他的对抗呢 主要需要运用一些战术的球员 其实技术并没有达到 作为现役世界第一的奥沙利文 极其罕见的不堪一击比赛场面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火箭啊 塞尔利 这都属于技术已经达到最顶尖 就让我们一起梳理回顾一下 战术只是一种佐料 关键是要用于 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抗方式 2024诺克球员锦标赛 来到比赛的第四个日程 也迎来了最瞩目的焦点大战 此时 本赛季以四贯称王 连胜场次达到16场的火老师 应该最大敌手 塞尔比 火老师留中带啊 不是一个太明智的选择 而火箭决定去拼这个中带 看中带口还有个红角 可以做一个接近 我们再看 刚好打到带脚 其实就差这么一点啊 薄一点就近了 已有30多次历史交锋记录的对手 虽然火老师占着超20多次的旅行优势 打一道就入局的强行 但在决赛的八次交手中 塞尔比却五胜三负 占据主动 半决赛 奥沙利文四胜二负 而像这样的四分之一决赛 双方过往战绩 却直接打成平手 光从实力和交手数据来看 塞大师似乎不可能是火老师的特新 脚底本是踩着过多一下 但从关键场次的比赛来看 脚步向下就会直接往下半局挑 上半局这两个红球 篮球交费的时候会有向上交费 今天也是巧的 说什么点就来什么点 好交错 这个粉球左色和右下的这两个罩位 这两个罩位较好 目标是希望走哪里 我觉得最希望是走右侧 刚刚好 这个角度叫粉球 叫黑球都舒服 塞尔比确实是奥沙利文最大的敌手 甚至没有之一 拿回来 继续走分场 也是火老师唯一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 就像这一局比赛那样 紧紧抓住奥沙利文的一次失误 塞尔比就无比专注地轰出这单单91分 将自己领先优势扩大到老局 当然客观来说 一场比赛也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 没打戒 球员的比赛状态 本身就有很大的起伏 更不用说 塞尔比还有着这样的好运气 真的运气好 他是想直接贴到这个球队的 塞尔比把这线手给抢回来 这个攻击打一个定杆 或者是什么效果 给火箭做了一杆 奥沙利文也罕见选择耐心缠动 今天这人穿着他 这比较喜欢的运动器 可塞尔比的这一感长抬冷袭 又让人感觉他如漏 这样运力连续倒退的运动器 让场上的转身折折的屏息 K的戏 这个球打了一个具处含量 没有走到最佳角度 一度面临很大的挑战 可经历这一切的魔力 反而让一贯有莫王美誉 把胜负看得很紧的塞大师 被选择了 重新放过了自己 保持一份难得的平常心 这个角度 黑小到位就放弃 就像这一单打丢那样 虽有惋惜 但不足以让他崩溃失态 比赛也就打了45分钟 火箭 半个小时之内的 第一个要有乡下的角度 进攻才能继续 不理想 但运气 有时候也是 重要的胜利天平砝码之一 而塞大师 又获得继续一干制胜机会 就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他一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在经历将近两年多的低迷后 又在英格兰公开赛夺冠 打破了19个月冠军荒 这对线路 敏感度相当高 有问题 而如今与老对手 再次赛场相遇 他又用这样酣畅淋漓的大胜 给所有质疑他的人 一记响亮的耳光 给人家想想 敌感从红球的左侧下来一点 能中不能亲 一旦火箭稍稍出错 极度渴望胜利的赛尔比 又用炸裂无比的进攻 给火箭展示 他今天的不一样 还差一个红球 对于火老师 他一直有一份寄爱又恨的情感 在职业之路上 赛尔比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坦言 奥沙利文一直有激励着他 自己通过努力训练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比肩这位斯诺克传奇 虽然双方在赛场上 多次摩擦 口水站不停 但不管被火老师如何嘲讽 塞大师始终如一的态度是 奥沙利文是他心中最佳的选手 75 81 我今天拿了二十三分 三二笔拿了两百 直接叫 直接叫 塞尔比拿了两百九十八 跳着还要再打一半 甚至他还将火老师比作 斯诺克的球 梅西 正如梅西曾激励了他那样 黑球上方两个 也差不多有五十以上六十左右 奥沙利文也同样改变了他 这个角度 只要再重一点 这两个都是天 经历低补期和自我反思 如今塞尔比的变化 也是肉眼可见的 出竿速度不仅更快了 也能打出 这能让火老师忍不住事情 而入创进军 打几百 成功率百分之百 口电是百分之五十六 这一切都得归结于他比赛心态的升华 保持边谷球还得用一些干法先躲开他 总之这个两个还得收点力量 完美交错 战胜生理核心里上的疾病与心魔 他同样能焕发出让人侧目不已的战斗力 出力量最低打点 刚好 两大叫刚好超分 下面的结束 4比0 强如斯诺克传奇的世界第一人 这一次也不得不折服于此 83 单刚破百需要金台 105 105 的是